Ong Arapahannadi, Ong Arapahannadi, Ong Arapahannadi 烦恼的根源,基因无名,无名就是缺少智慧 念文殊心咒,开启事出世间一切智慧之门 大家好,这期节目我们介绍一下文殊心咒的功德利益 汉族有一位密宗高僧,能海上师 他去藏地求法前,因为不懂藏语 而要短时间内精通藏语,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于是能海上师先到康定求了一个文殊本尊法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闭关,文殊本尊就修成功了 出现了上师提前告知的各种验相 后来学起藏文来非常神速,很快精通了藏语言 我们现在很多的藏文经典都是能海上师翻译的 在佛说文殊菩萨授记经典中 释迦佛陀有如是的赞叹 佛陀对着大众,天龙八步,十方菩萨,声闻原觉 佛陀这样赞叹文殊菩萨说 若有众生,称念十方诸佛名号 不如一念文殊菩萨名号的功德大 当时我看经典看到这里,我内心不理解 我说这个称念十方诸佛名号 怎么会还不如念一声文殊菩萨名号功德大呢? 为什么呢?哦,经典要以经典来解释经典 这个其他的经典里告诉我们 因为什么呢?因为文殊菩萨是一切诸佛之母 一切诸佛之师 你要想成佛,你还要念文殊菩萨才能成佛 懂不懂这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叫什么?就是佛像不能供在经书的上面 要把经书供在佛像的上面,这才叫如理如法 因为经书是佛的妈妈 所以文殊菩萨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依教修行,个个都能成果 个个都能证果得到,个个都能成佛 文殊菩萨,你看伟大不伟大呀 所以佛陀这样赞叹,念十方诸佛名号 不如一念文殊菩萨名号功得到 南无清凉山金色界大至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清凉山金色界大至文殊师利菩萨 我们再一起来念文殊菩萨的五字真言 这五字真言的加持力非常大 经典里这么记载 如果念一遍的话 就等于念了三藏十二部的功德 念两遍的话 诸佛菩萨都会听闻道 都会现身加持我们 念三遍的时候 文殊菩萨就给你来摸顶了 所以我们现在共同再念三遍吧 那么持诵文殊心咒 到底有怎样的功德呢 一,持诵文殊五字咒 文殊菩萨心咒 亦称文殊智慧咒的主要功德 据经典记载为 罪障消灭或无尽变财 所求世间出世间 惜得成就 令众生智慧成就 二,若善男子善女人 有能受持此陀罗尼者 寄入如来一切法平等 一切文字皆平等 速得成就摩可般若 财送一遍 如持一切八万四千修多罗藏 若能依心独处 范书五字轮坛 依法念诵满一月矣 文殊菩萨寄献其身 或于空中眼说法药 事实行者得宿命志 辩才无碍 神族自在 圣远成就 福至巨足 速能接证如来法身 但心信寿 经十六生决定正觉 或于捐索如前画像 满五十万遍 亦得成就 或以香泥图舍利塔 泛写五字 玄绕念诵五十万遍 万说实力 献其人前 而未说法 常得诸佛 即知金刚菩萨之所护念 一切圣愿 西节俱足 五 若人才诵一遍 如诵八万四千 十二维陀经葬 若诵两遍 文殊实力 普贤随足 四众围绕加倍 是此五位护法善神 在其人前 六 若诵一遍 能处行人一切苦难 若诵两遍 除灭一劫生死重罪 若诵三遍 三昧现前 若诵四遍 总持不忘 若诵五遍 速成无上菩提 七 有恐怖处 当时射心 念诵此咒 记得除步 八 若欲卧时 当诵此咒 一百八遍 记得好梦 善之吉凶 九 若人患病 持此咒者 视患人面前 持诵此咒 一千八遍 其患即除 十 若欲入阵 当取牛皇书写此咒 待于身上 一切刀杖 弓箭等 不能为害 十一 若入阵时 画文殊实力像 安于马上 当于三军前 先头而行 引诸军众 比凶贼自然退散 画像之法 须做童子相貌 称其金色孔雀 十二 若有一切众生 见画像者 所有似众 忤逆等罪 惜得消灭 常得面读文殊 圣者 童子 亲为教授 记得究竟解脱 乃至佛果 与其中间 不被三界烦恼 痴心相应 十三 事故确念 一切友情 行住坐卧 当须念咒 一迟不忘 十时 每诵 一百八遍 令物断绝 常得一切众生 见者 皆来归服 恶人 自当退散 十四 若能 每日三十 念诵 各一百八遍 所作称义 所求 诸愿 细得随心 一切 皆得 圆满 具足 得大富贵 所由无障 自在 自情 受诸快乐 十五 摄灵命中 记得圣者 文殊师利童子 亲见灵仪 未说大成 深妙法藏 文法 心大欢喜 记得 朴门三昧 得此三昧意 与烦恼生死 当永 隔别 既与文殊圣者 及大菩萨 同为眷属 未接三地 尽袭不退 诸文殊圣者之位 得同佛智慧 三摩地门 十六 若有比丘 比丘尼 善男子 善女人 依法受持 读诵 书写 修行 现实成就 一切吉祥 诸事圆满 寿命长远 众人敬爱 生 珍重心 十七 命中之后 得生天上 受乐无量 获生王公 处尊重位 受父快乐 身无病苦 得宿命志 博谈会吃 善知因果 保重佛法 虽少贵位 心无骄慢 素阴力强 习独大乘 敏念一切有心 无胜负心 常力有情 十八 若生于诸人中 贵豪英俊 宣言便利 人所爱乐 寿命长远 终无灾痕 所亦求愿 是与新规者 无人违信 这个文书真言 是来自金刚鼎 与其文书施力经 文书菩萨心咒 是最多人持诵的心咒 念诵文书菩萨 五字心咒 能开启我们的智慧 平时念此咒 能使您于空灵中 将慢慢开启智慧大门 可求聪明才智 可破除烦恼与障碍 事事如意 实诵文书菩萨 五字心咒 修得大智慧 罪障消灭 或无尽变才 所求世间 出世间 细得成就 离诸苦恼 无见等一切罪障 永尽无余 证悟一切诸三昧门 豁大门池 呈阿隆多罗三秒三不提等 那么如果持诵 加上佩戴文书菩萨心咒 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呢 一 有恐怖处 射心持诵 佩戴此咒 既得楚步 二 若欲临祸时 持诵佩戴此咒 既得好梦 善知吉凶 三 若入阵时 画文书师利童子像 安于象马上 当于三军前 先头而行 引诸军众 比凶与贼自然退散 画像之法 须做童子相望 称其金色孔雀 四 长得面读文书圣相童子 亲为教授 既得究竟解脱 乃至佛果 与其中间 不被三界烦恼 痴心相应 五 世故劝念一切友情 行住坐卧 持诵佩戴死咒 一尺不忘 物令断绝 长得一切众生 见者皆来归府 恶人自当退散 六 所作称义 所求诸愿 惜得罪心 一切皆得圆满俱足 得大富贵 所有无障 自在滋情 受诸快乐 七 离命中时 既得圣者文书十利童子 亲献灵仪 为说大成 深妙法葬 文法 心大欢喜 既得 谱门三昧 得此三昧 与烦恼生死 当永隔别 既与文殊圣者 及大菩萨 同为眷属 皆为三地 尽修不退 驻文殊圣者之位 同得佛智慧 三摩地门 八 若有比丘 比丘尼 善男子 善女人 依法持诵 佩戴 书写 修行 现世成就 一切吉祥 诸事圆满 众人爱敬 生 真重心 九 命中之后 得生天上 寿乐无量 或生 王公 处尊重位 得肃命至薄 贪愧吃 善知因果 宝充佛法 虽少贵位 心无骄慢 素阴力强 习毒大乘 敏念一切心 无胜负心 常力有情 十 若生育人中 贵豪英俊 宣言便利 人所爱乐 忠无灾痕 所欲求愿 是与新规者 无人伪信 除此之外 念文殊心咒 对学业大有助益 若想开启内心的智慧 明辩所作之事 如何取舍 可一心专念文殊心咒 尤其是孩子在读书时 常年文殊心咒 对学业大有助益 大愤怒序中说 一切菩萨当中 文殊菩萨加持最大 现在有些人智慧不够 为人处事时 不便取舍 不懂分寸 若能经常祈祷文殊菩萨 不仅可以解决眼前的颜媚之极 而且生生世世 都不会变成愚昧众生 文殊菩萨是三世诸佛的智慧总集 是一切诸佛的长者 世尊广传中记载 纵然是释迦牟尼佛 往昔也在他面前发过菩提心 全知迈鹏仁波切说 任何人一念文殊菩萨 就能开启世间出世间一切智慧之门 出世间智慧 指正乎空性 无缘大悲等超胜境界 世间智慧则是取舍燕果 待人接物的道理 宝极经十五品的文殊刹土庄严经 中还说念诵千百万佛陀名号 不如念文殊菩萨名号 功德大 文殊菩萨虽为菩萨身份 但实乃古佛再来 宝漫经云 文殊菩萨早已成佛 文殊菩萨净土庄严经 中也说 文殊菩萨以菩萨形象利众生 另有经典言 文殊菩萨于未来成佛 由此可知 文殊菩萨是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同样是佛 诸佛的功德 原本平等无别 但从文殊菩萨不共的愿力而言 若要开启智慧 从这方面的威力 决定超胜其他诸佛 藏地历代有许德大德 最喜欢念的就是文殊真实明经和文殊心咒 不管是谁 不管是什么身份 只要修持文殊法门 持诵文殊心咒 那无论是修行佛法 还是为人处事 智慧必定大大增上 大德索达吉曾说 大家都知道文殊菩萨的道场是五台山 那么究竟有多少菩萨呢 翻开华言经就知道了 但我们知道的认识的又有几尊 不超过十尊 文殊 普贤 观音 弥勒 地藏 华言经中有菩萨住出品 说到二十一菩萨住在中国 其他跟你都没有缘分 为什么呢 众生福报不够 就单单去一个五台山 业仗就很多 去朝拜消业仗 跟去玩不一样 你要消业仗 先超度祖先 你的冤亲债主通通都赶来了 功德太大了 他们都会害怕 大到他们会害怕 就不想去 孟参老法师说的 要有七辈子的福报 那么 为什么祈祷文殊菩萨会得到智慧呢 因为文殊菩萨是龙种上佛的化身 亦是无数佛菩萨的老师 在佛教界被尊称为三世佛母 因为他有教导众生 发心成佛的誓愿 故再做菩萨 来自娑婆世界 帮助释迦牟尼佛 开启众生成佛的智慧 被视为智慧的化线 成功的象征 人们虔诚的礼拜祈祷 是盼望从文殊菩萨那里受到启迪 学习他的聪明才智 运用智慧来面对人生 面对未来 出家人则用文殊智慧 出家人则用文殊智慧了头生死 下面有一个简单的文殊菩萨开智慧法 早上念皈依 发心遗鬼 猛力提醒上师 文殊菩萨加持 接着一口气念三遍文殊菩萨心咒 Om Arabadhanadi 以及连续念D字 直到这口气念完 就是Arabadhanadi 这样的念 再一口气念三遍文殊心咒 加上连续念D字 如此重复三到七次 多多益善 最后以普贤行愿品 精华八句回向 这样一天的记忆力就会特别好 智慧增上 吉祥圆满 此法大人小孩同样适合 没有传承也可以休息 日后若遇聚德上师 求得传承 则更加殊胜圆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